美国想在南海租下这座岛屿,蔡英文竟十分欢迎,但她没这个权利。 Sponsored Links。 近期,美台双方将台海与南海问题相挂钩,接连抛出租借太平岛等多个议题。 这是蔡当局以美抗中路线和两国论南海政策的必然结果,但受到法理和现实的多重制约。 不过,在美方加大与我国在台海、南海战略对抗,蔡当局也有意以小博大之时,不能排除双方积极向大陆发难、要价,逐渐到假戏真做,以及同时在台海、南海、东海和印度洋制造多海联动的可能性。 早有筹谋的新筹码。 早有筹谋的新筹码。 一是美台准官方接触显示可能已有默契。 SPONSORED LINKS 台湾在6月1日至3日的第17届相会,即湘格里拉对话会,正式名称为亚洲安全峰会,夏同,上级及配合美国防部长马蒂斯就南海军事化和支持美台军事安全合作向中国大陆发难。 紧接住台媒6月5日就披露,台房务部门的新绿营智库提议,蔡当局可考虑以人道主义救援名义将太平岛租借给美国。 虽然台外市部门6月10日发布声明,称此为不实报道,但声明同时又说,台湾遵照蔡英文2016年7月19日关于南海议题的四点原则及五项做法等政策指示, 治理建设太平岛为人道救援与国际科研的基地,对区域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此一说法有点耐人寻味。 在当地时间6月5日,美参议院推出《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明确,加码提出要支持美国海军太平洋伙伴人道使命医院传访台,扩大美牌人道救援合作。 这说明双方很可能已有默契。 二是蔡当局早有相关部署。 其一,确立太平岛国际人道救援和运部基地发展方向。 自南海仲裁案后,蔡当局就通过防务力量缩边,扩建议院和实施人道救援操演等方式,显示太平岛非军事化,人道救援的发展目标。 所谓人道救援除了救灾,实指战时需要。 其二,以接驾美军为目标进行基础设施强固与扩建。 在美国提出军舰定期停靠台湾适当港口后,太平岛可能就已经成为蔡当局夹抢目标,可以看到蔡当局在低调启动强化太平岛码头,和机场的博靠能量提升与设施强固施工,可能就是为美军的万吨巨轮靠博需求做准备。 未来无论平时,战时,美军都有机机械故障靠博太平岛,甚至迅速将其军事化,据点化的可能。 Sponsored links 租借太平岛是假议题 蔡英文虽难免有此念想,但其可行性则是另一回事。 一是台湾不具备处置太平岛管辖权的资格和能力。 其一,法理上,台湾地方当局无权擅自将中国主权岛与思想授受。 如有造成台湾适时独立的重大事变,根据《反分裂国家法》,大陆由采取非和平手段进行制裁的权力。 其二,从现实面来看,太平岛远离台湾,但却被大陆控制的美济礁、主币礁、永蜀礁三面禁具包围,处在大陆路空火力的监控和打击范围内。 太平岛如有事变,必然被瓮中捉鳖。 其三,就台湾自身而言,对外缔结所谓《条约要经立法机构审议》。 失去高民意背书、背书、认可、支持,等民进党和蔡英文,如无事在野党和民意强推如此重大的争议性立法,必然会造成巨大的自我折伤。 Sponsored Links 二是美国租界太平岛得不偿失 对美国而言,租界太平岛意味着其对华政策和南海立场的重大变化。 其一,不敢在南海与中国掀桌子。租界是国家间对领土管辖权的一种暂时性安排。 租界太平岛等于承认台独,意味着美国要下决心与中国在南海、台海开战。 其二,不能打破对南海主权争议的形势中立。 就美方自身认知,从1954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到与台湾关系法,其应用范围均不包括太平岛,即不承认台当局的主权。 而如美国改变此立场,打破在南海的不选边姿态,也会影响其与东协国家的关系,同样得不偿失。 多海联动将是长期挑战。一是蔡当局开始执席但难逃棋子命运。 。 Sponsored Links。 。 特朗普政府将国际问题挂钩做一揽子交易的思维显然给了蔡当局两个启示,以多海联动增大对抗大陆的资本,仿效朝鲜领导人做大国间的杠杆,值其者,获得更大边际收益。 。 一方面,蔡英文认为台湾对美国有四大独特利用价值。 第一岛链上的不成航母,东亚、东南亚中最反中且单边投靠美国的执政当局,最为之中的地区,国防安全研究院宗旨之一就是研判大陆动向,价值同盟和反共先锋。 另一方面,蔡当局的高调也是为了对出大陆压力,担心被美国当作牺牲品。 特别是特朗普越发明显界单边地将台湾作为筹码摆布,以美国利益为核心考量对台湾进行控制,讹诈。 。 炒作《租借太平岛》使蔡当局是图挽回主动权的显招。 内容未完结,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